当第一局的比赛打赢7比7之后,您跟星多说了一句话,当时你们儿语说了些什么,但后来一直拿了四分一赢下的第一局 其实并没有说什么特别,主要还是在于7比8球场,因为当时我们是去7比8球嘛,就是 就像是上队,他去用张耀杰和上队,然后是先上队,就像是上队,所以这个人就有默契了 因为其实从6比1领先到6比2也打到7比7,其实那些球我们打的也挺好,我觉得当时还是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新参 后来到了第三局的比赛当中,我们一直跟方博尚坤表现很焦灼,那么当时可能就是接派球环节上,是不是当时您的想法 这多了一些,然后可能也导致队输了一些,是吧? 我觉得并没有,比赛胶着,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对方也是各个省里最强,无论上队或胖模都是单打还是双打都非常有责力 所以比分胶着,包括我们输一级哪怕两球,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重要的是我们还是没有受到比分这种影响 谢谢您,星哥,今天您在这个揭发球的环节做得很好,那么尤其是第二局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 您后来减少了这种白短,而去使用这个直接调打和这种拧挖,是不是当时就是龙队对您的影响就是大一些 跟您就是,今天我觉得他对您的关照也特别大,在前的时候您在这个揭发球的环节也重点让您练了一些 其实我们两个人的特上就是相持能力,对拉能力吧,然后包括赛前准备,我们还是非常充分,希望不要过多纠结于前三板,直接炸开平时里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后面的衔接速度,包括正手的能力还是比对方要稍强一些,所以我们采取的战术是非常坚定的 嗯,那么今天赛前的时候注意到,今天的这个音乐棒是天津快板,今天这个天津快板有没有给第二位在这种轻奔调动上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呢? 好,没关系,没关系